这里面的铁路 就是一条铁路经过上下300到500公尺的岩石森林 前面洗劫一空 那通常是先滑木 那看来那家整个全部都掉落在那边 然后集彩 可是各位要了解 滑木集彩是很需要特定的技术的 比如说要集彩要砍树的人 他第一个先留一个先去看主头 去看要留哪几颗不能砍 那个要留当作积木住用 否则的话 接下来很难作用 你把它撞掉后来查什么叫你去转好 那是老的那一款 那他就必须算出 算出从哪一个集彩点集中 然后哪个地方架设 增汽集彩集 集彩集怎么样硬做 那从哪一个 它一个集彩柱 周围的多大范围 是它收集的范围 所以一个人班 不是說來看著獲查的總查 總竅以後要消失 我不是要怎麼做 那 顯定好哪幾根是極木柱 然後哪幾個地方怎麼砍 每一顆每一顆要砍都有很特定技巧 那個斜坡 你樹木倒下來 那邊有一顆石頭 完了 這一敲你完蛋了 這整個幾百千萬就丟了 那都是真的要硬 然后另外在阿里山也发明了所谓习目及才华 就是说分断在收集的 度过什么样地形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 在阿里山就产生了台湾林业的非常多第一手资料 很多新创新包括日本没有的技术 包括剂子 像台湾有一种枸杞汤它五个小剂子 然后一个大洞再五个小剂子 为什么 因为你剂子寄到木头去寄了屑屑 如果中间没有一个大洞的话 这些剂下来的你不能把它拉出来 那停留在那里你剂子是要打钓鸭 那每一个你看那个剂子的那个结构 假注意的每一个都是窍门 那像引进美国以前大雪山林场 从美国引进的那个原始林的那个大剂子 结果发现那一套不小的花了几百万一部机器 就在寄木材那个来到台湾不能用 为什么 那枝子这么厚 要比较0.8公分 你要比较1公分 这枝茶 让枝就够到1公分就不行 就只有是那个寄木屑 就只剩下那个 如果木材太小的话 那不适用那样 结果呢 引进那个以后 那个工厂整个就通通没有用到 后来就流变 变成了 就是一个整个工厂 整个寄木工厂 就是盖了 然后买了大机器 然后毁气 整个毁气 那个就这种情形 后来就变成了什么博物馆 后来好像也没有成立 阿血山 那个到血山里面 那个就是一个很哄字 那台湾到处都是这个样子 所以 所以你们现在看到的 其实就是整个 反三遍言 全面推展完了 喜结一控 而且不是砍一次 前后至少砍三次 也就是说日本人时代 它下面的那个 大的那个笔珠 就是鸡蛋 它也都庞大固混 它没有起 那后来都起掉 这个前后的这种土地 整整是翻 那我们就进行 在台中已经上完的阿里山公路 那这个这里就是第四分道一开始 那这里现在都不见了 我们知道这个都整个不见了 那进来就是包括这个门口也是一样 一直在改变 但是在1967 1976年之前 整个阿里山 你来到阿里山 基本上 是日本文化 特色地医的日本文化 然后呢 以前都是种烟花 在这里先跟各位报告一个什么 在这里先跟各位报告一个什么